这三个是50年49喔 这一个 欠币的这一个 写了29年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一款是23 这三个 哈喽大家 今天呢我要开箱 我在break friday 买的东西有哪些 然后看看总共省了多少钱 这样子 第一个我想介绍的是 美国必买的保健食品 G&C 然后我买了总共三罐 第一罐是维他命C的软糖 然后还有鱼油 因为眼睛有点干 所以要吃鱼油 然后还有这个 增加抵抗力啊 然后漂亮之类的东西 这一罐原价29.99 然后因为打了七折 所以就变成20.99 这一罐呢是9.99 打折之后是4.99 这罐鱼油是28.99 打折之后是20.29 然后因为还要加碎 所以总共是50.49 这三罐是50.49 第二罐的话我想介绍一下 这一个 欠币的这一个 然后这个 这个其实是有点小故事的 就是我当时在问Sales 我说这个 请问一下这个是卖多少 然后他就帮我刷 然后是39.5 然后结果 但是我眼睛很尖 我就看到这一罐 上面是写29.5 我就说 那为什么那一罐是29.5 然后他就想说 他就这样看了两罐 比较了一下说 对啊为什么 然后他就帮我刷了这一罐 然后这一罐也是39.5 然后之后他就想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在哪里有问题 但是 我就给你这个29.5吧 怎么样 你要吗 我就说好我要 所以呢我就 拿 我就用了29.5 买了这一罐 这叫水磁场吗 其实我不知道 然后我刚好用完了 所以我需要买这一个 所以我就刚好买了 就是小确幸啦 但是美国很讨厌是都要加水 所以我总共买的是 32.33 那应该也有便宜到 第三样就是 Sephora 必买 在美国必买的牌子 其实我很少买 他们家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的皮肤其实很差 所以我就上了小红书说 就是有什么建议的保养品 然后他就推荐了 这两样东西给我 然后我就去买 就是这一个 Sephora自己的牌子 出的 OMG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 但是这就是化妆水之后的东西 要擦的东西 然后听说这个可以 帮我消除我的闭口 所以我想说来试试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组合包 这是只有Black Friday才有的组合包 原本呢我是想要买这个 因为小红书说这个 搭配这个 大概一个礼拜左右 闭口就会很明显的消失 所以我就想试试看 那我就问Sales 那因为这一罐呢 本身就是115美金 还没有加税哦 所以很贵 然后接下来就说 因为Black Friday的关系 有这一组 那这一组就是有这三样 然后加起来就是这一罐的价格 所以是115 然后我觉得 那我一定算到啦 因为 这一罐的话 我刚好有看到 这一罐是58美金 然后这一罐的话 我不太知道诶 反正它这里就有写 它的总价是178块 这一组其实总价是178块美金 然后它是因为Black Friday的关系 所以就是变成115 这这罐很便宜 这罐20美金而已 然后总共的话 因为还有加税 哇 税的话就有13.34 所以这个我买的也有点贵 所以总共是152.34美金 接下来呢 我要开箱的是Coach 在美国必买Coach 因为Coach是来自美国的 所以会比较便宜 然后我 我买了三样Coach的东西 就一样是我的 其他两样是给我姐姐跟我妹妹的 然后因为我 在Outlet买的是这个皮带 Coach的这个皮带 那会买这个皮带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Uniculo买了一件裤子 在网路上买了一件裤子 结果送来 大到不行 然后我就很懒得退 所以我想说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买皮带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皮带 这个的原价是128块 Outlet的话全面搭三折吧好像 所以这个 然后我因为11月是我生日 所以我又便宜了9折 所以就是打了三折之后 我又折了9折 所以我便宜了89.6 跟3.84 那这一个本来是128块 最后变成34.56 对我用34.56买到的 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个人会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只要我 我知道我今天会去Coach 那我那一天一定就是 被Coach的包包去里面 就是被他们服务 因为他们会想尽办法 使用很漂亮的语言 去夸奖你的包包啊 夸奖你的全身 明明就知道这是行销手法 但你知道听起来就很爽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开箱一下我妹妹跟我姐姐的包包 那为什么我姐姐的呢 是一个箱子呢 是因为我姐姐的 在店里已经收out 没有了 所以只能用网络上订 所以刚好昨天就订来了 终于订来了 那我就先开我妹妹的 这是我妹妹的生日礼物 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就是这颗 我觉得很漂亮 这是我妹妹自己在网络上挑的 就是我叫她挑的 我觉得很漂亮 就这样子 背起来大概在我的这里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颗好看吗 我觉得这颗很美 里面就是长这样子 小小几个层子 层而已 但可以装蛮多的 然后它是这种金扣的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然后它又给这个 它们表情 我觉得这颗很美 好 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颗的价格是多少 买给妹妹这颗的 原价是350块 然后因为break friday 所以打折 变成245块 接下来就要开箱姐姐的 要怎么开呢 姐姐的要怎么开呢 哦 给大家看一下 火大的 然后里面是长这样子 然后里面是长这样子 哦 也很好耶 然后里面一张小卡片说 谢谢你购买啊之类的 然后还有这一个 哦 这是收据啦 哇 哇 好香哦 钱的味道 这颗 这颗很美 看 哦还有 这个袋子 然后里面就是 这些 就这样一个格子 因为我姐姐呢 她想要 有一个 可以 放她电脑的包包 然后她 她本来是找一个包包给我看 哇真的是 不知道是因为我们 时代有差还是怎么样 我就丑爆咧 然后后来我就说 不要吧 然后我就上网把它查 我就看到这一颗 我就觉得 这颗超美 然后她自己也是 哦很好看 所以我们就买了 它的底部长这样子 还不错 还不错 这颗还不错 那这颗 我先收一下 550块 然后 break friday 折扣是385块 所以我就省了165的美金 哇 很多 然后总共我是花 这两颗包 加起来是 687.33美 因为还有加税 好 9 6 5 3 6 5 好了那这些呢 就是我在今年break friday买的东西 跟去年比起来我今年买的东西超级少 因为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很多都没有很新奇的东西 很多东西都是已经看过 然后也没有大折 所以我就想说 算了我也不想买 这次买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很想要的 我去年买的东西都是我即使不想要 但我看到那个价格我还是要买的那一种 所以就花了很多冤枉钱 但今年就是有点 务实 应该是这样子吧 反正呢 这些就是我在break friday买的东西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parent 嗯 啊 i guess it's for the best you're not the worst